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列席各位首長 我們還是請一下楊署長 楊署長 署長你早齁 這幾天我們雖然是在野黨 但是覺得你很辛苦 辛苦的原因除了 是重死之地之外 還有一種辛苦 待人受過 待人受過 背黑過這種辛苦是有苦 說不出的 聽說昨天 您有跟院長 請辭有沒有這回事 拜託委員 我個人的一些 規劃 是不是讓我有一點 我個人的空間 我願意給你個人的空間 可是你深系國家安危內 這是公領域的部分 就是說 你只要回答有沒有就好了 那其他我就不再問好不好 有 有去見 有去見 有什麼 喝咖啡存聊天 剛剛委員你不是說了嗎 你就不再問我了嗎 好啦 謝謝 謝謝 那我就不再問你的去留 但是呢 你知道嗎 這個您的副署長 這個您的副署長在整個的這個 牛肉談判的時候 他說 這個事情啊 不應該由他負負責 不應該由他負責 也不應該由署長負責 院長說他也不知道 開放的這個部分 更不用提您對開放的項目 前後的說法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說法 種種的這個這個這個說法 跟種種的情形的顯示出啊 事實上有更高層要負責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啊您是委屈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您會建議啊 就是不管你以後在不在這個位置上 您會建議將來對於美國牛肉 或相類似的這類的這個產品的談判啊 您覺得應該由衛生署來主談 還是乾脆讓國安外交單位去談 所以你們做幕僚就好了 這樣全責清楚 就是說這個不牽涉到情緒也不牽涉到 就是以後怎麼樣對國家好 因為衛生署啊 是負責國民的健康 是為了國民的健康來把關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 是應該由衛生署來來負責 當然也包括了經濟部跟 農委會啊 因為這裡面 如果有些東西是跟農業有關 那有些事情是跟外貿有關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多談判人才怎麼辦 那就 那是由你們主談 還是由專門的這個國安外交單位去談 我覺得啊 衛生署主談 但是呢 由相關的專家來協助 到幕僚 來協助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 這樣才不會讓你們覺得被架空 事實上又要負責任 坦白講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問題 我必須強烈的質疑的 檢驗 我們很多人的質疑 我們沒有這個檢驗的人力物力跟設備 您覺得呢 這個對PREOM這個蛋白質啊 真正能夠做得非常好的 檢驗非常的確實的 只有 就我所知道 也許還有其他國家 是英國 只有英國 美國做了以後呢 也是 那我們怎麼把關呢 那我們 我們的這個 剛剛報告過了 我們農委會底下有一個動物植物 對 檢疫跟這個防疫局 他們的檢驗呢 是第一階段 他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也就是跟美國差不多 副驗的話還是得送到英國去 對 我所知道的 也許我不是那個 因為這是第二個 動物的部分 好 那將來我們要不要建置這樣的能力 這是可以討論的 是 第三個問題 保險 保險是最荒謬的 你們建議廠商要去保這個產品責任險 是吧 是 產品責任你怎麼樣 這個保險是空的啦 為什麼 這狂牛症是二十年後才會 誰記得二十年前 我在哪裡吃了哪一餐 買了什麼牛肉啊 這個保險不是假的嗎 這個我們會再進不願意 就是要把這個錢 怎麼樣 這個讓這個保險變成看得到 如果真的出了事也用得到 而不是一個空話一句啦 不是不是 我們像我們的要害救濟啊 以及疫苗的那個傷害救濟啊 他就是我們希望他們把一個錢放在一邊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那樣 累積一個錢在那裡 那就不管哪一年 我們希望用 我們希望沒有用啦 我們希望說沒有人 沒有國人染病 所以不需要用啦 但是如果真的染病 你覺得這樣用得到嗎 如果我們跟要害救濟 跟那個疫苗接種的那個救濟 人家會說 廠商會說 說不定是他在國外吃的 或是說不定是他沒有 不是在本餐廳用的 那怎麼辦呢 還是你要用這種無過失責任的方式來做 做保險 這我們再來研究 再跟委員報告 要不然的話 你真的是追不到責任啊 對 我們會用繼續來研議這個事情 OK 那希望說這個 這樣子可以 請 接下來請提委會副主委 提委會副主委 來 時間暫停下來 提委會的副主委 啊 曾副主委 這實在有離譜耶 提委會的副主委 麻煩提委會的人去去找一下 我們開始了 開始了 你麻煩任何人啊 你如果你有那些 打個聲招呼嘛 先等一下 對不起啊 好 不會 提委會的主委 他們是 幫 Them 提委會的 人啊 同仁 我請教一下 你們提委會的主委 今天為什麼不來啊 體育委會很大嗎 我請問你體育委會的組委 委員有沒有請假 委員有沒有准他的假 我剛才跟大家報告 如果我們部會首長在別的委員會審查預算 絕對尊重 可是你沒有在 我看健健的教育委員會也不是審查的預算 先等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組委為什麼不來 什麼事 另外有什麼事 我沒有准他的假 他為什麼不來 你們的聯絡人 不管他在哪裡 立刻請他過來 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請教他 是可以 但是不管待會有沒有問他 請體育委會的組委立刻來 太過分我沒有准叫 可不可以請主委 如果主委不來 莫名其妙 主席建議主委不來 他們替委會的預算 我們就不要了 當然是 全部贊個待會兒 麻煩來 副主委 黃偉好 主委 你可不可以 試告一下你們主委是有什麼要工啊 我請我們那個再聯絡一下 你也不知道齁 好了那我問一個你應該知道了好了 這個職棒牽读 你覺得 以你們掌握的資訊 現在有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不干預 偵辦中的案子 我們不評論 那我們不干預 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我們要堅守 但是在行政上 體育委會 對於立次的這個職棒的牽读 其實你們態度非常不清楚 馬總統也說我們要 要這個提撥經費來振興放運 也看不到你們具體的東西 你告訴我們 你們現在在政策上對於 這樣子如何 遏止 防渡 這個職棒牽读 或是職棒的球員 涉入牽读 你們怎麼做 報告委員 那個 有關職棒這個牽读 當然過去已經有相當多次 所以 對啦 你剛講以後怎麼做就好了 現在以來當然 因為要遏止這個部分 包括要希望司法機關 相關的單位 一起來 提委會沒事喔 不過提委會當然要出 沒有責任啊 責任在哪裡你說啊 主委我們來協調相關的機關在執行 這些取締 還有這個監督 你怎麼協調法 這個不 我們有開會 邀請相關主委 開會就可以協調喔 是主委有親自主持這個協調 主委親自主持就能夠解決嗎 當然這個因為協調過以後就要 相關大家配合 不對吧 這是都看檢調發動的 對檢調這一次當然是檢調 他也是在我們 你們事前有 事前有掌握風水草動嗎 事前這些檢調的資訊 我看都沒有吧 這一部有一些細節 我覺得這個 職棒的這個二職化 這樣繼續下去 台灣的職棒真的搞不好 會如同檢查官所說的 玩完了 但是我們真的不希望他玩 因為畢竟民眾 投入太多感情 情感在裡頭 你們以後怎麼辦 告訴我 好像就體委會來講 在開會 在協調 一定是要經過再加強 採取一些措施來 你們會 具體的東西嗎 加強職棒的待遇 或讓球團 什麼免稅 或什麼 你們具體的東西出來嗎 因為不是第一次發生的啊 對 事實上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 一定的 在開會 再協調 行政院核定的那個 這個棒球振興計畫裡面針對職障 簽讀也有這個 規劃措施 怎麼措施告訴我們啊 這就是協調 也是 在協調 檢調機關 大家就職力來執行 委員大概也知道 像現在 在這個比賽的場 也都有警察 還有相關的檢調的 在監督 那這個 加強這一方面 我告訴你啦 棍子要有蘿蔔啦 你們的 具體的策略 我告訴你 一個禮拜內 給我們委會提 我們會順便的 要不然預算不要審 好不好 這個我要講 請委員支持 我們會 後續把這個 因為你們預算審了以後 裡面拿不出具體的措施啊 這部分的具體措施 我只是 現在首先 你禮拜好不好 好我們可以 OK 謝謝